東醫院那時候有戰亂 如果生病啊身體有一些問題 其實要找到醫療也很難的 所以說那時候的中藥房 好像是現在的那個 這個地方的這個診所 不是只有醫人 甚至連扭都一樣 以前我們就是用這個來磨藥粉 要做成藥丸之前一定要先做成粉 不然怎麼做成藥丸 所以我們會在這裡磨 研磨完了之後 我們要把它用一個刷子 把它刷起來之後 我們還要再經過篩 這個放到上面來篩篩篩篩 當然有一個那個盤子在下面 到那裡之後呢 我們會煮蜂蜜 煮蜂蜜之後呢 用在藥粉裡面 然後呢才放到這裡面 來槌 把它做成一個碗子之後呢 我們要做成藥丸對不對 我們會先切片然後再切條 這個就是早期的藥丸 手工藥丸的製藥機 請看一下 要做細的就用這一面 戳戳戳戳戳細放這裡 然後呢 當然這是要磨一些油 不然你都會卡住 然後這樣把它壓下去之後呢 它就會變成這樣一顆出來 但是一顆出來當然沒有辦法 就很嚴嘛 所以那個時候還是要倒出來 一個乾嘛還是要深 如果要做大顆一點怎麼辦 注意看喔 是這一邊 這個古人 果然還是很有智慧的 就另外這一邊 這是做大顆的藥丸 大顆就要用大條一點 色色一樣放這裡 然後再壓下去 把它弄成一段一段出來 一樣就是說你沒有辦法 一樣要深 所以以前做藥丸 以前沒有什麼電子秤 什麼東西 那怎麼辦 就是用這個 就用這個 那這個其實也很好用啦 這個都有這個刻度 這個 我們要其實要看看 驗證這個 這個怎麼講 你有沒有 有沒有準確 你就看看就知道 喔 有平的 就表示 可以 沒有七人 沒有七人 好 我們要知道說 多重 那我們就放上去 然後再移動這個 喔 這樣一錢 一錢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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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這個一錢 如果是 三十塊 一錢半就四十五塊 就這樣來算 那就再sek一眼 好 晚了 你們 以上